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要为各位小伙伴带来的是 什么样子设置这个谷歌AndSense的一个税务信息 首先在这里来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成功的加入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 在这里的话也非常感谢长期支持我 观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关注我以后我会承诺给大家 持续的为大家推出一些非常好用的 非常实用的 然后大家都用在上的一些免费的科技信息给大家 OK,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今天一大早的话,我收到一封邮件 收到一封邮件 他说欢迎我加入合作伙伴计划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其实是昨天做的一个申请 因为我全天数据达标 包括订阅人数 包括观看时长达标 然后我昨天的话做了一个 就是AdSense的一个申请 就是合作伙伴计划的一个申请 同时开通了AdSense 大家看我昨天的时间是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昨天的一个17点33 17点33的一个时间 我是做了一个申请 OK 做了一个申请以后的话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就收到这个邮件 大家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邮件 我收到这样一个邮件 那么这个的时间 大家再看一下 OK 是今天早上的8点57分 8点57分 那也就是说 经过一个晚上 经过了一个晚上 这个YouTube就把我的频道 审核通过了 审核通过了 那这边可以加入这个创收 然后开始赚取收入 那今天早上的话 我也把这个收入给它打开了 打开收入其实很简单 创收这边 你一登陆YouTube 它就会有一个界面给你 欢迎你加入 然后它就引导你一步一步的开通 这个创收 非常简单 它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一键开通你所有 这个之前这个视频的一个创收功能 那我也打开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这个创收状态 这个地方呢 就是已经开启 已经开启 然后还有一些视频呢 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受限了 受限了 就是说 是否合适投放广告 这个地方就是说 由于视频内容被认定为 不适合大部分广告商 或投放的 这个 所以它就受限了 就不给我开通这个创收的一个功能 我也不知道我视频是哪里违反了这样一个规定啊 违反了这样一个规定啊 我到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因为也没有做一个仔细研究啊 希望各位看到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呢 假设知道这个问题的话 希望在这个下面的评论区帮我做一个评论啊 告诉我这个是怎么回事 然后怎么能够解除 那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申请审核 但是我没有去做这个动作啊 没有去做这个动作 OK 那下面来讲的话呢 重点是我们今天 如何的这样 申请这样一个税务信息啊 打开谷歌 AdSense的话呢 它这边的话有两个提示 那有两个提示 这个重要提示就是说 请确认你是否还需要提供其他税务信息 那所有YouTube创作者和合作伙伴 都需要提交税务信息 以确保自己所获款项的所有适用税费 准确无误 OK 那大家都知道 假设不提供这样一个税务信息的话呢 你在YouTube里面赚了再多的钱 它都不会给你啊 都不会给你 或者说它会默认的扣你30%的税 非常的不划算啊 OK 所以这个是必须的一个动作 必须要填的 OK 我们在这边就点这个管理税务信息 OK 点了管理税务信息以后呢 就出现这样一个界面啊 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这一边的话 推出我尽快提交税务表单 尽快提交 不然的话呢 就可能会最多扣30%的税收 或者完全暂停付款 所以说这个必须要给美国上税啊 OK 这个地方我们就点这个添加税务信息 那这边是说需要15到20分钟时间啊 这个确保账号安全的话呢 需要验证身份等等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现在点开始填写纳税表单 填写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需要我们验证一下身份 重新登陆啊 验证我们的账号 OK这边我们就输入一下密码 啊 点下一步 OK登陆以后的话呢 啊 这个地方是美国税务信息 它需要回答几个问题啊 需要回答几个问题 OK 这个地方的是 您使用的是哪种类型的账号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个人 就选个人 假设你是团体公司 那你就选非个人实体 OK 我们这边因为是个人啊 我们就选个人OK 我们下一页 那这个地方的话 你是否为美国的公民或者居民 OK 那我不是啊 我不是 我也没在美国住 也不是美国人 所以我这是选否 OK 我们前下一页 下一页这个地方 请选择W8的纳税表 它有两个选项 啊一个是非美国人的 一个是这个这个在美国有商业往来的 当然我们是选第一个啊 选这个W8BEN的这个税务表 OK 我们打开这个税务表单 OK 到这到这个界面的话呢 第一项是纳税身份啊 个人姓名 个人姓名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填英语啊 但是说要跟你的身份证上的名字 就是跟你的到时候收款的银行卡的名字 是要一样的啊 要英文一样的 这个地方需要填英文啊 需要填英文 那我们就是中文的话来填拼音就可以了 那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呢 是名在前 姓在后 OK 那我们就填一下啊 然后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空格啊 姓跟名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空格 OK 我们填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可选项啊 我们可填可不填 没关系的 这个地方是一定要选的 公民身份 所属国家和地区 这里一定要填的啊 一定要选 我们中国就选中国啊 一定要选 你不要填错了 你在中国 你用中国的银行卡收款的话 就必须要填中国 OK 那纳税人识别号 这个地方 外国纳税人识别号 那这个地方 就填我们的身份证就好了 因为我们也没有在美国居住 也没有在美国做些什么 生意之类的东西啊 那我们中国人来讲呢 对于美国来讲 就是外国人了啊 OK 这个地方填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OK 18位的一个身份证号码一定要填一下啊 OK 这个是可选项目啊 是美国的个税号和社保号 我们不管它 那我们填好以后 我们点下一页 OK 到这个地方的话 是永久居住地 那我们因为地址就是我们的居住地址 所以我们这里勾选一下啊 勾选一下 居住地址 居住地址就是中国 我OK 默认的 邮编的话呢 你当地的邮编是多少 你就把它啊填上去啊 假设不知道的话呢 就去问一下度娘 OK 那这个地方省市自治区 自家市 这个地方我们要选择啊 我们要选择 就是你当地的一个是哪个省 哪个市 哪个地区 把它选了填上去 OK 然后这个地方接到地址的话呢 包括你的门牌号什么东西啊 这个一定要填英文的啊 一定要填英文 那假设说啊 就是 OK翻译好了 我们就填上去啊 填上去 那么这个公寓套房门牌号 这个地方呢 你上面填完整的话 后面就可以不填 OK 可以不填 那这里有个选项 邮寄地址 与永久居住地址相同 OK 我们勾选一下啊 勾选一下 下面就不用填的了 OK 我们点下一页 好 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一个税务协定啊 税务协定 那因为中国跟美国签订了税收条约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一下 啊 所以说 你是否要依据税收条约 申请降低扣税费率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选市啊 一定要选市啊 这个地方勾选于美国签订税收条约的国家 大地区的居民 那要填 国家各地区这个地方呢 就选中国就行了 啊 这个地方勾选以后选中国就可以了 OK 这个下面 特殊税率与条件这个地方的话 它有三项啊 一个是服务 一个是电影和电视版税 一个是其他版税 OK 我们每一项都勾选前下啊 这个地方服务的话呢 我们这里选什么 条款与段落啊 我们勾选一下 这个地方它只有一个第七条第一段 那我们就勾选了 因为我们上面选了中国 OK 这个预扣税率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30% 一个是0%啊 这个地方我们要选0% 较急的税收条约 OK 这里不要选错了 你要选上30% 那就那就很很头痛了啊 好麻烦的 这个地方适用 学定条款的原因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勾选一下啊 作为纳税身份部分中 指名的国家和地区的纳税居民 啊 这个地方勾一下 那第二项的话 电影和电视版权税 OK 我们勾选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十一条第二段啊 也是默认的 预扣税率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选这个 它有两个选项 我们选10%啊 选较低的就行了 那这个地方也勾选确认一下 那第三项 其他版权版税 OK 例如这个play和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 我们勾选一下 勾选以后 这个地方的条款和单落 也是第十一条第二段 都是默认的啊 预扣税率 我们也选这个10%啊 还有两个选项 我们肯定选低的 对不对 啊 选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也勾选一下 OK 这个地方填完以后 我们点下一页 好的 填完以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 啊 税务协定 这个地方啊 它就给你选 整个显示出来了啊 这个地方是0% 那这是10% 这个地方也是10% OK 那这个地方第四个 就是一个文件预览啊 文件预览 这里有这个电影和电视的 一个PDF 其他版权的 服务的 然后什么 未应用任何税收条约的 这四个PDF文档啊 你自己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啊 自己可以看一下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保存一下啊 OK 那这个地方要点我 我确认啊 这个地方要点我确认 OK 下一页 那第五个这边呢 是保证啊 本人在此做出如下声明 如做伪证 愿受处罚等等啊 等等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纳税身份要选啊 要选 这个地方啊 OK 这个地方要填四啊 我以纳税身份部分所列之人的身份 签署持表单 OK 那这个地方法定全名呢 那就是跟你刚才前面的名字是一样啊 必须要一模一样的 不能出错 不能出错啊 这个地方还是填拼音 这个名在全 姓在后 当然的话 这个姓在前 名在后 也是可以的啊 只是说性跟名之间的拼音当中呢 必须要有一个空格啊 OK 填完没问题的话 我们我们点下一页啊 到第六部 在美国进行的活动和服务及宣誓书啊 就宣誓书 那这个地方纳税身份部分中指名的个人是否在美国开展了任何活动和提供了任何服务 那这个地方肯定是没有的对不对 肯定是没有的 我们也没在美国搞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要勾选 那本人确认 OK 旅行这些东西啊 OK 这边有一个纳税身份变更宣誓书啊 宣誓书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假设你之前有缴过数你就选第二项 假设你没有用Adsense收过款的话 你就选第一项 OK 我们选第一项就行了 我要提供未收到过款项的什么什么东西信息 OK 填完以后我们点下一页啊 这个地方呢 呃 推荐就是选五指化啊 五指化就是一辈子邮件的方式 收这个文件啊 不然的话他就是要邮寄 邮件的话你应该也是收不到的 OK 这个地方点我接受五指化 这个递送学义 OK 这边点提交 OK 提交以后呢 这边是说 您适用于美国的税务信息已被接受 OK 已被接受啊 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 这个 呃 10%已声明 10%已声明 这个0%已声明 OK OK 填完以后应该有邮件过来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OK 来这里已经收到一个邮件啊 您的税务信息已通过审核 呃 我等了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 两分钟的时间 填完以后提交两分钟的时间 他就来了一个 呃 邮件啊 OK 您的税务信息已通过审核 OK 非常的 非常的快啊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 我对他们的办事效率是双手点个赞啊 那这边一个税务信息的 那你可以看啊 OK 这个税务信息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在这样一个啊 上司里面啊 提交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OK 到此为止的话呢 我们是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税务信息登记的一个工作啊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中间好多步骤的话呢 这个细节要特别注意啊 OK 今天的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啊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